Hi guys 我是奈普頓 歡迎回到台灣語哭 這兩個禮拜前 我讓入侵紅火椅跟長角結山椅來一場PK大戰 那在操作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到 我使用的這個塑膠盒裡面是有一點藥劑殘留的 所以在第一場的打鬥之中 長角結山椅是有一點中毒的狀態 所以讓長角結山椅在第一場的PK之中落敗 有部分的觀眾覺得這樣的實驗打鬥 好像沒有控制好變音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我要讓紅火椅跟長角結山椅再PK一次 我會控制好所有的變音 讓長角結山椅跟紅火椅 可以有一場公平的競爭 所以等一下的紅火椅跟長角結山椅的PK秀 就會是 讓我會挑出紅火椅大型工椅跟小型的工椅 各跟長角結山椅PK一次 因為長角結山椅沒有明顯的大小工椅 所以挑出來的工椅應該都是差不多大的 那再來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總共9場的比賽 會是哪一方獲勝吧 所以我特地找到我家裡可以使用 然後也非常好拍攝的工具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平常在飼養螞蟻的時候用到的水塔 水塔是可以拆開的 有一個圓形塑膠盒的感覺 然後也是非常小的 那我已經有先實驗過 這個上面塗上了一層防陶液之後 長角結山椅跟紅火椅都爬不出來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拍攝的很完整 那其他還沒有塗上防陶液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把它塗上防陶液 那塗完之後 我們就來把長角結山椅跟紅火椅給取出來吧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操作起來 GOGO 第一隻紅火椅 體型比較大的 第二隻體型比較小的 第三隻體型比較中等的 長角結山椅第一隻 屁股看起來比較扁 第二隻屁股看起來比較古 第三隻看起來應該也是比較扁 所以現在要開始比拼的是 三戰兩勝志的 紅火椅對上長角結山椅的PK秀 好那第一場的比拼就是比較大型的紅火椅 這隻紅火椅的公椅 對上長角結山椅肚子比較小的這一隻 好 3 2 1 快到 好下去了 他們遇到彼此了 然後現在好像沒有要攻擊彼此的感覺 這隻紅火椅活動力是不是不太好 然後這隻長角結山椅感覺一進去之後 現在是想要逃走 所以他們現在各聚三頭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為什麼會用這麼小的一個容器 就是因為如果用太大的容器的話 他們遇不到彼此 就不會有打鬥的畫面 所以這個時間會比較冗長一點 OK 他們現在是相安無事 沒有碰到彼此 所以也沒有任何的攻擊行為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時候會展開第一波攻擊 他們現在距離非常的接近 但是好像都沒有要攻擊彼此的感覺 長角結山椅在碰到敵人的時候 好像第一時間的選擇都會是逃跑 除非他們有遇到食物吧 既然他們都不攻擊彼此 那我們等一下來中間點一滴的螞蟻飼料 看一下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紅火椅現在好像進行任何一個攻勢 非常接近長角結山椅 會不會把大鱷張開 好我們現在把飼料滴進去看看 一點點 好 現在紅火椅馬上就衝過來吃了 但是長角結山椅看起來 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們剛剛非常的接近 時間經過了五分鐘 他們遇到彼此了 攻擊嗎 長角結山椅完全沒有要對他噴酸的意思耶 他們現在是都很有禮貌 不好意思接過一下那種感覺 這兩隻好像都沒有要攻擊彼此的感覺 這個讓我有點出乎意料 也讓各位觀眾看一下就是 個子有一隻的時候 他們遇到彼此也不一定會進行打鬥 這在野外其實也很常見 就是我們看到有兩種螞蟻 遇到彼此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就是經過彼此 也不會想要起任何的衝突 除非他們是在爭地盤啦 好的 那目前來到了20分鐘 他們沒有任何一方有進行攻擊 所以我們 直接把三組一打一的 紅火椅對上長角結山椅一字排開 拍攝了五個多小時 都沒有什麼打鬥的畫面 唯一一個打鬥的畫面是第三組的 長角結山椅朝向紅火椅噴了一次乙酸 而且還噴歪喔 所以一打一 紅火椅對上長角結山椅的比拼 就宣布是平手啦 看起來在一打一的過程當中 他們並沒有想要積極的去攻擊對方 所以這個感覺就是著重在體力上的比拼喔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三打三 一樣是比拼三個回合 所以我現在要來把三隻紅火椅給取出來 接下來我們來把長角結山椅的工椅給抓出來 GO 好的 三打三的戰場已經準備就緒 來囉 三二一 OK 都進去了 目前的狀況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在打鬥喔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往上跑得非常順利 喔 紅火椅剛剛是被嚇到之後 開始瘋狂的攻擊 那隻最小的工椅攻擊速度最快 然後現在長角結山也是瘋狂的在逃跑 哇 三打三看起來比較有戲 比一打一還要激烈非常的多 現在最小隻的那隻工椅剛剛應該是被噴到乙酸 現在看起來超級痛苦啊 然後另外一隻比較小的工椅還在努力他遮到自己的夥伴啦 他遮錯啦 可能剛剛那隻工椅身上被噴到乙酸 所以他身上的氣味被蓋掉 所以紅火椅以為抓到了敵人 結果是抓到自己人 剛叮了下去 喔 感覺很痛 現在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 哇 這兩隻紅火椅已經被噴到非常多的乙酸了 哎呦 紅火椅一直在打自己人啊 是因為裡面太多乙酸了嗎 哇 這紅火椅大型的工椅抓到一隻 長腳結山椅了 哇 長腳結山椅不遑多讓 剛剛被抓住之後噴出乙酸 大型的工椅感覺也是非常痛苦 所以掙脫了開來 那小型的工椅 大型的工椅也都 偏偏在想辦法抓長腳結山椅 那長腳結山椅被抓到就是馬上噴出乙酸 喔 現在又噴出了乙酸了 奔向了小型的工椅 哇 這隻小型工椅被噴到乙酸之後 感覺好像有一隻腳還是身體的關節處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他現在扭來扭去 哇 三隻紅火椅現在糾結在一起 他們以為彼此是敵人啊 哇 現在兩隻糾纏在一起 比較大型的紅火椅跟一隻 屁股比較大的長腳結山椅 糾纏了在一起 另外兩隻紅火椅原本想要來幫忙 但是因為自己身上被噴到太多乙酸 所以現在是非常痛苦在掙扎 完全是幫不上忙 哇 現在紅火椅是用了遮針遮向的長腳結山椅 哇 現在紅火椅這個比較大型的工椅 真的是用盡全力在擒住這一隻屁股比較大的長腳結山椅 整體畫面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後方的這個紅火椅看起來很痛苦 他的腳好像已經使不上力了 所以感覺長腳結山椅比較有機會喔 旁邊兩隻長腳結山椅都還活得好好的 只是有一隻被大型的工椅擒住而已 目前看起來那兩隻比較小型的紅火椅應該是回天乏樹啦 然後比較大型的這隻紅火椅看起來還是在努力的擒住這一隻 另外兩隻長腳結山椅目前就是一隻處在一個想要逃跑的情況 他並沒有想要去救那隻被擒住的長腳結山椅 喔 紅火椅大型的工椅現在已經放開了剛剛擒住的那隻長腳結山椅 開始尋找下一隻 開始尋找下一個獵物了 追擊另外兩隻長腳結山椅當中 喔 被噴到一隻蟻酸 喔 被噴到蟻酸了 所以他現在是非常痛苦 他的面部 臉部直接被噴到蟻酸了 他現在是無差別攻擊 隨便亂戳一通 喔 剛剛那個長腳結山椅的角度是相當的精準啊 直接往這隻紅火椅的大型工椅臉上噴了上去 好兇狠啊 喔 他現在是非常的痛苦啊 完全是在掙扎 所以長腳結山椅的這個蟻酸真的是很強大欸 喔 這被噴到之後 感覺真的是超級痛苦的欸 總打鬥時間來到了20分鐘 從剛剛紅火椅的大型工椅頭部被噴到蟻酸之後 就沒有任何的打鬥行為了 長腳結山椅的工椅似乎覺得勝負已分 就不需要再攻擊了吧 好 那這邊這個就先讓他們打鬥一下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擺一段時間 我們再讓第二組直接開始進行 好 那我們就擺在這邊 這樣還是稍微看得到 給大家看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二組的三打三 紅火椅對上長腳結山椅的比拼 那剛剛是長腳結山椅丟進紅火椅 那我們這次就用紅火椅丟進長腳結山椅好了 這樣子比較公平 讓他們有一個不同進入的順序 好 3 2 1 紅火椅全部倒了進來 然後完全沒有碰到彼此 所以他們現在是完全不知道彼此已經進入了這個場域 所以等一下的比拼要更公平一點喔 OK 所以現在他們有碰到彼此 有碰到了 噴出乙酸了 哇 所以現在紅火椅已經被噴到一隻乙酸了 那剛剛那個乙酸的攻勢是非常的強大 喔 第二隻噴乙酸了 那現在大型的工椅被噴到乙酸了 所以現在都在掙扎當中 他們打鬥的這個畫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現在紅火椅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現在紅火椅都在掙扎 有一隻紅火椅反而是爬得比較高 躲得比較遠 所以長腳結山椅還沒有找到那一隻紅火椅 等一下如果找到的話應該也會噴出乙酸 然後現在中間這隻比較小型的紅火椅 屁股一直在試探到處亂戳 但是好像都沒有戳到任何的東西 然後比較大型的工椅掙扎的力道有比較大一點 感覺剛噴到的乙酸量應該是非常的多 現在兩隻紅火椅是糾纏了在一起 他們身上的乙酸應該把身上的味道都完全蓋掉了 所以分不出來彼此是彼此的同伴 剛右邊這隻比較小型的紅火椅應該是有被噴到乙酸 所以現在三隻都非常的痛苦 然後全部都扭在了一起變成一個螞蟻球 然後有一隻比較小型的紅火椅脫離了出來 但是也是非常痛苦的在掙扎 所以現在三隻的長腳結山椅還是非常完好的狀態 他們光用乙酸比較遠距離的攻擊 就讓紅火椅相當的痛苦 那這三隻紅火椅現在應該是完全沒有任何攻擊的能力了 都在掙扎當中 時間經過了五分鐘 所以現在長腳結山椅是完全沒有想要對他們進行任何的乙酸攻勢 喔有噴出乙酸 長腳結山椅又噴出乙酸了 所以那隻紅火椅現在又更痛苦了 三隻全部扭在了一起 這邊的紅火椅現在三隻都在這裡 然後看起來這兩隻扭在一起已經完全不會動了 另外一隻紅火椅看起來也已經完全不協調 所以第二場直接宣布結束 就是由長腳結山椅獲勝 用遠遠的乙酸攻勢 讓紅火椅被噴到乙酸之後很痛苦之外 而且還沒有辦法分辨敵我 才比拼了八分半鐘九分鐘它就結束了 真的是比第一窩快好多喔 好那接下來就是第三場的 紅火椅對上長腳結山椅3打3 那這次的話我一樣用紅火椅倒進長腳結山椅這一窩 好囉 3 2 1 好全部倒進去了 現在一隻比較大型的弓椅跟另外一隻長腳結山椅 打鬥在一起 然後剛剛長腳結山椅噴出乙酸 所以現在那隻比較大型的紅火椅看起來是有一點痛苦 但是沒有到跟剛剛一樣非常痛苦 那那隻比較小型的紅火椅看起來反而是比較痛苦的 所以長腳結山椅的乙酸攻勢真的好強大耶 喔現在三隻紅火椅看起來都有被噴到乙酸喔 所以都有在稍微掙扎的一個狀態 長腳結山椅目前都一直在盯著紅火椅 如果有靠近的話應該就會噴出乙酸反制 喔現在有一隻紅火椅禽住 啊被逃開啦 所以現在那個比較小型的紅火椅是相當的痛苦 已經扭曲在一起 所以它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攻擊的能力 現在兩隻紅火椅又扭打在一起 他們到底是有沒有搞錯啊 然後那隻比較大型的紅火椅看起來也是相當的痛苦 肢體不協調之外 它的觸角也已經完全的彎掉了 然後長腳結山椅看起來是非常的完好 喔哇喔 時間經過了五分鐘 喔那隻紅火椅禽住了一隻長腳結山椅 但是長腳結山椅又往它身上噴了乙酸 喔喔喔喔 所以它現在是超級痛苦的 它又被噴到一次乙酸啊 喔喔 它現在又在掙扎它的身體了 這隻紅火椅又被噴了一次乙酸 喔它已經被噴第三次乙酸了 所以它現在應該全身充滿了酸性物質啊 它現在好痛苦 它現在一直扭動它的身體 長腳結山椅真的是太強大了 只要一感受到威脅 它馬上就可以把它的乙酸 很精準的噴到它覺得有威脅的地方 相當可怕 喔現在又噴了一次 喔喔又噴了一次 可是這隻紅火椅好像用嘴巴擒住 哎呦放開了 感覺應該是被噴到太多次乙酸 所以它嘴巴可能沒有辦法施展完全的力氣 所以第三場的紅火椅對上長腳結山椅3打3 是由長腳結山椅獲勝 所以現在長腳結山椅完整獲勝的已經有兩窩了 就是它們的宮椅是都非常完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紅火椅都已經扭曲成一團 那3打3是由長腳結山椅獲勝啦 好了終極之戰 五打五的紅火椅對上長腳結山椅即將展開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比拼應該是會相當的精彩 那第一個回合就用長腳結山椅倒進紅火椅的塑膠盒子裡面 3 2 1 GO 好五隻現在相遇了 喔現在紅火椅已經開咬了 然後長腳結山椅被咬到之後也是非常的緊張 馬上噴出乙酸 哇兩隻扭打在一起 現在非常非常的激烈 然後有一隻比較小型的紅火椅被噴到乙酸之後 是非常的痛苦 已經在扭動它的身體了 然後現在這個比較小型的紅火椅 已經把折針給戳出來了 在空中瘋狂的亂戳 長腳結山椅是瘋狂在噴乙酸欸 然後紅火椅很努力的想要請住長腳結山椅 但是好像都沒有機會 長腳結山椅的動作實在是太快了 看來目前放下去大概1分鐘的時間 長腳結山椅是占了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長腳結山椅噴完乙酸之後就會往比較高處 一點點的地方爬上去 那紅火椅被噴到當然是很痛苦嘛 就沒有辦法往高處爬 所以看起來現在長腳結山椅的優勢是比較大的 OK 現在 中間這隻長腳結山椅是瘋狂在噴乙酸 然後被一隻紅火椅給勤住 結果這紅火椅要把屁股給戳上它的時候 它就掙脫開來 所以現在這隻紅火椅是瘋狂在亂戳啊 看起來中間這三隻都已經不是很舒服 不知道是被噴到大量的乙酸了吧 然後長腳結山椅還是非常的有活動力 那最大型的這隻紅火椅還在努力的想要勤住長腳結山椅 但長腳結山椅是瘋狂在噴乙酸 這兩隻長腳結山椅一起噴乙酸 長腳結山椅的乙酸噴到彼此好像比較不會有傷害 那紅火椅他對乙酸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 被噴到之後 哇 好痛苦喔 中間這隻長腳結山椅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突然卡住 然後就捲曲成一團了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還有四隻的長腳結山椅活動力是比較好的 紅火椅的工椅看起來 都已經回天乏術了 所以第一場就宣判是長腳結山椅獲勝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攻守交換 把紅火椅丟到長腳結山椅的塑膠盒子裡面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好 3 2 1 紅火椅全部倒進去 紅火椅倒進去之後 看起來長腳結山椅馬上就發現紅火椅 然後開始噴乙酸噴出乙酸 好幾隻長腳結山椅馬上噴出乙酸 然後紅火椅看起來 有努力的想要把長腳結山椅給侵入 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好像都沒什麼機會 那這一批的紅火椅看起來工椅是比較大的 只有兩隻紅火椅的體型稍微小了一點 所以現在長腳結山椅是嘗試在噴乙酸 他們在想要先解決哪幾隻 現在有大概兩三隻的紅火椅被噴到乙酸之後 看起來也是在掙扎當中了 長腳結山椅這個乙酸攻勢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主要是紅火椅好像都會因為被噴到乙酸的工椅 以為同伴是敵人 然後開始攻擊同伴 反而是長腳結山椅都不會認錯彼此的味道 也不會認為說有被噴到乙酸的紅火椅就是同伴 感覺長腳結山椅對氣味是比較敏感的 右邊這邊怎麼樣也是長腳結山椅跟紅火椅好像在打招呼啊 他們用觸角探索著彼此 長腳結山椅這次的攻勢跟上一輪好像不太一樣 原本長腳結山椅都會往比較高處爬 但是這一輪都沒有往高處爬 像一隻紅火椅跟長腳結山椅扭打在一起 然後剛剛以為紅火椅可以直接侵入長腳結山椅 結果長腳結山椅噴了乙酸之後 讓紅火椅是沒有辦法施展全力 這裡又有一組紅火椅跟長腳結山椅扭打成的一團 節奏開始加快 這次感覺紅火椅造成了一個有效的攻擊 讓這隻長腳結山椅的腳受傷了 看起來好像站不太穩了 腳斷掉了這隻工椅一直被輪番攻擊 應該過不久就會回天乏術了 但是長腳結山椅還是佔了上風 因為長腳結山椅的乙酸感覺是可以一直噴一直噴的 完全沒有需要CD的時間 這個技能是非常的強大耶 但是當有工椅被紅火椅給擒到 紅火椅的咬合力道看起來比長腳結山椅還要強大 那現在中間已經有兩隻紅火椅看起來 他的肢體已經完全不協調 然後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腳了 哇已經有一隻長腳結山椅完全不會動了耶 紅火椅現在的平均戰力應該還是比較低一點 因為長腳結山椅有四隻工椅 還是活動力非常好的狀態 最終經過了15分鐘 好的那這一場的比拼也非常的明顯了啦 就是長腳結山椅獲勝 所以五打五的紅火椅對上長腳結山椅 以三戰兩勝制 長腳結山椅直接奪下了兩勝 所以第三場也不用比拼啦 入侵紅火椅跟長腳結山椅的PK大戰 在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在上一部外來種PK大戰的影片底下留言的觀眾 真的給了非常多實用的建議 所以今天的畫面跟實驗的嚴謹程度 應該有往上拉伸的一個檔次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者是想要建議我拍攝的內容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台灣遺窟已經開啟了頻道會員 點擊下方的加入按鈕可以看到更多內容 一起跟著台灣遺窟成長茁壯吧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請取鎖定Ans from Mosa 台灣遺窟 我是那一普頓我們下回見 掰掰